針對歐洲對於美國走向孤立主義的憂慮 奧巴馬總統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向德國民眾承諾 絕對不會在全球化進程中走回頭路 奧巴馬總統到達前兩位領導人在德國報章聯名發表文章表示 不會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 德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必須把握時機 根據他們的價值觀和想法來推動全球化 為了雙方的企業、人民以及整個國際社會 大家應當擴大和加深合作 柏林是奧巴馬總統這次出訪的第二站 他首先訪問了希臘 在希臘奧巴馬總統說到維護民主的重要性 以及美國對歐洲盟友的長期承諾 奧巴馬總統選擇了雅典這個西方民主搖南 發表有可能是他最後一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講 他說美國實行並且在全世界推廣的民主 並不是完美 但是要比其他模式好 奧巴馬總統即將卸任之際 圍繞美國和歐洲的未來關係 美國在世界上新的角色 美國作為西方自由象徵 外界存在著很大的疑慮 美國大選中候選人表現出的尖銳分歧 和憤怒情緒也震驚了很多歐洲人 奧巴馬總統在他星期三講話中 告訴大眾美國式的民主依然健康活躍 他還強調和平過度的重要性 奧巴馬總統說他們的競選競爭非常激烈 不過即使在大選之後 民主要依賴權力和平交接 他說美國下一任總統 和他個人之間有很多差異 但是美國民主能夠超過他們任何一個人 奧巴馬這次出訪的重要任務 是向歐洲保證美國將會和歐洲繼續保持接觸 維護美國長期的安全夥伴關係 除此之外 美國並沒有其他選擇 世界維護三千分 街巡行 感谢观看